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北地区开发最早的城市 它是位在辽宁中部的辽阳市 辽阳市是一座有着24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 从西元前三世纪到17世纪 一直是东北地区的政治 经济跟文化中心 同时也是交通枢纽跟军事的重镇 所以节目一开始 先从历史角度来认识辽阳 俯瞰辽阳虽然车水马龙穿梭其中 但是仍然掩不住这座东北最早城市的气韵 这股不凡的气韵来自它2400多年的历史文化基点 从西元前三世纪到17世纪 辽阳一直是东北地区的政治 经济跟文化中心 今天的辽阳博物馆 是过去东三省关营号总办庞贤的公馆 要想了解辽阳的历史呢 这里是值得探访的地方 辽阳是一个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 不过我们就很想要多了解一下 到底辽阳它是怎么样发展到现在 好的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在春秋时期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 逐渐酿成了群雄并起诸侯争霸的战乱局面 然后经过了200多年的兼并战争 直到战国形成了齐楚燕寒赵魏秦 七个主要的诸侯国 史称为战国七雄 而我们辽阳当时就位于燕国这个地方 在公元前290年左右 燕昭王又派大将秦开攻打东湖 东湖大败向北退走了1000多里 燕昭王为了加强对这新拓疆土的统治 一面开始修筑 从造阳到辽东的北部长城 加强军事防范 另一方面就设置了上古 渝阳 右北平 辽西和辽东武郡 加强行政管理 而这个辽东郡的郡制就是湘平 湘平就是我们辽阳最早的名字 当年的东湖勇猛票汉 有谁敢跟它抗衡呢 我们再可以看一下旁边的这尊 就是大将秦开的塑像 它就被称为开辟辽东的第一人 根据考古发现 在辽阳的太子河流域中游 分布许多石器时代的遗址 早在六七千年之前 辽阳地区就有人类在此地繁衍生息 在春秋时期以前呢 这里是东湖居住的地方 殷商灭亡之后 英末三人之一的姬子率领了一批 殷商移民到此地 它教导民众礼仪 桑残之作带来中原的文化跟先进的生产技术 这建构了辽阳成为东北最早城市的基础 到了战国时期更在燕国的经营下 成为东北的交通枢纽跟军事重镇 从当地出土的永昌雅居 经代货币较藏的惊人数量 还有博物馆中典藏的 近代象牙雕 白菜锅骨 都能让人忍不住赞叹 这座不凡的城市其来有自 在两洋博物馆里呢 有一个镇馆之宝 是王尔烈七十大寿的寿品 这个就是寿品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它是非常特别的 上面有字 有画 而且是各式各样的字画 对 一共有126幅作品 这其中寿字有91幅 像这个下属第二幅 右属第三幅 它是一个上顶天下顶地的凯书寿字 而且是唯一一幅没有署名的 为什么没有署名 因为它传说为嘉庆皇帝所说 所以这个因为皇帝给老师祝寿 天子给臣子祝寿 这个是当时应该有说到有讲究的 所以这个没办法留署名 然后我们可以接着往后看一下 这是一幅松树图 它其实是一幅手指画 是用手指占墨绘制完成的 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创意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左边紧挨着的 就是纪云 纪晓兰的作品 来看这寿字屏风 它所以有名呢 除了嘉庆皇帝的加持之外 名臣的笔墨也不少 可见王尔烈在朝中的影响力 跟寿字屏风同样被视为镇馆之宝的物件呢 还有这些汉卫古墓壁画 辽阳汉卫壁画墓 始于1700多年之前的汉末三国时期 是东汉魏晋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 它们的年代呢 比敦煌壁画还要早上300多年 其实这个辽阳地区的汉卫壁画墓 主要集中分布在辽阳太子河一带 在辽阳呢 有彩色壁画的墓室 一共有30多座 而其中有12座 现在被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实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壁画呢 因为当时在辽东时期 大批的中原人士迁入辽东 因为当时是三国纷争嘛 所以三国战乱时期 很多中原人士 为了躲避这些战乱 逃到辽东这个地方 同时将当时比较先进的汉文化思想 带入了辽东 所以说当时辽东可以说是 相对富足这样一个时期 在现有的历史文献当中 记载辽东经济跟文化发展的内容比较少 这些墓葬群中的壁画 除了弥补史料上的缺憾之外 壁画本身的艺术价值也丰富了东汉晚期 到魏晋时期的绘画艺术史 这批壁画内容广泛色彩鲜艳 具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 走一圈真的还蛮多壁画都是在艳影 对 这个就是一个艳影图 场面可以说非常的壮观 像这是主人夫妇对坐 然后后面还有侍者 我们可以看出这也是一个 耗略当空的一个场景 所以它应该是户外然后饮酒的一个样子 一个写意图 这些年来随着辽阳博物馆的增建 原有的彭公馆也以五年的时间 扩增了民俗博物馆 我们可以看一下身后这个是一个隐蔽 正常说门应该都是朝南开的 但是因为彭嫌他祖业从商 而商人们自古就信奉商家大门不朝南的借训 因为南方属火 商业属金 这是不吉利的 火难克金 所以要在东向开街门 遇着紫气东来 而南方就地去不祥 彭公馆建在1921年 是辽宁省境内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古典民居 刚刚在进门南方有一个福字的隐蔽 那这个是影响隐蔽吗 对啊 被你说中了 刚才那个是福字隐蔽 然后这边的就是影响隐蔽 其实这个影响隐蔽我们看是正对着接门的 因为在旧的时候 旧时候人们经常认为自己的家中 会有孤魂野鬼来访 这会对自己的家人带来灾难 如果在迎门处设置这样一个隐蔽的话 野鬼看见自己投射在墙上的影子 会被吓跑 所以这个隐蔽它就是起到迎接祥瑞 正宅辟邪的作用 是 那在这个影响隐蔽 前面这两个柱子是什么 这两个叫做拴马桩 它是旧时富友人家用来拴祭罗马用的 它除了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外 它还会起到一个装点建筑的作用 最重要的也是起到一个正宅辟邪的作用 是 其实它上面有一些雕饰摆饰很好看 它其实上面是一只蝙蝠 然后浮在一枚方孔的前上 这个是寓意着浮在眼前 辽阳民俗博物馆通过多种方式 收集民俗物品数百件 经过多次专家论证跟社会各界的意见 最后呢形成内容跟形式设计的方案 并在2014年正式对外开放 成为一座以收藏展示 并研究辽阳地区民俗文物 跟文化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 辽阳民俗博物馆 借着服饰文化 生产工具 家庭生活 婚俗跟非物质化遗产等 七个单元的食物陈列 进行情景再现 让参观者了解 清代跟民国时期 辽阳地区多彩的民俗风情 其实丹丹彭公馆这座建筑 就是绝佳的展示 建筑布局分为前中后三月 位在中心线上的垂花门 是很耐人寻味的 我们刚走进来的时候 前面不是已经有一个门了吗 为什么这里还会有一个门 因为比较讲究的建筑 都会有这样一个门 这个门叫做垂花门 这个垂花门它其实就是 就是人们所说女子 大门不出 二门不脉的二门 对 它会有两扇大门 然后背面还有四扇平门 而且这个平门 在通常情况下是不打开的 只有家族中有重大活动的时候 才会将它开启 而且这个门上的一些雕花 摆设 还有包括前面的这些 好像都很讲究很多内容在里面 对 像我们看上面这些 有福在眼前 富贵吉祥 都是表达了主人美好的祝愿与祝福的 跟彭宫馆相比 现今规划成为曹雪芹纪念馆的清代建筑 吴宫馆 虽然规模比较小 但是有了曹雪芹跟《红楼梦》的加持 同样成为游客喜欢朝圣的地方 馆内各展示 收藏跟展出有关曹家的历史档案 还有曹雪芹祖父曹盈 诗作洛款 辽阳千山 跟曹氏家谱 清宫档案 等一系列的文献资料 此外被视为是清代前家时期 关东财子跟三江财子的王尔烈 他的故居也在辽阳 这座嘉庆皇帝刺建的汉陵府 现在规划成为王尔烈纪念馆 王尔烈以诗文书法 聪明辩才建成于世的 传说他曾经很自负地说 天下文章属三江 三江文章属吴湘 吴湘文章属吴帝 吴魏吴帝改文章 乾隆三十八年 委任他为四库全书的转修官 从事四库全书的转修工作 辽阳以他悠久的历史跟人文风采 形塑城市的魅力 外加它是辽东半岛 对外开放的城市 难怪能够名列中国大陆的 优秀旅游城市 辽阳白塔公园中的广佑寺 拥有多项世界之最 下段节目带各位欣赏广佑寺的建筑之美 同时品尝丰盛的香瓶叶 中国大陆自2006年开始 大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于是各地就如火如荼的 新建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厅 或者是博物馆 那么辽阳这个地方 既然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 当然不能落人余后 现在让我们从 非物质化遗产的角度 来了解辽阳的文化内涵 辽阳的广佑寺 新建在东汉时期 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最早出现的寺院之一 也是东北地区 最大的佛教活动道场 位在入口的青石排方 高16.9公尺 长34公尺 由95块巨石雕刻组成的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青石排方 五门六柱 雕刻得非常精致 爱心 我跟你说一下 那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 就是广佑寺的山门 因为在古代 寺院都是建在深山之中的 所以进山如同进了寺院 因此寺院的大门 就被称之为是山门 那它被视为僧属两家的分界线 意思就是走进山门以后 我们就要听从寺规了 不得鲜华厂闹 扰乱佛门清静 如同一般寺庙的格局 广佑寺的天王殿当中 供奉着弥勒佛 魏陀根四大天王 主体建筑的大雄宝殿 有着几项世界之最的记录 它的三层拱颜 前后爆煞的楼阁式建筑 面积广达11万平方公尺 辉弘 庄严 是世界庙宇之最 一走上二楼 满满的扑鼻香 这个味道真好 这个香气是什么香气 对 你刚才问的这个香气 它就是我们佛祖香章木 散发出来的香味 是 所以是非常自然 非常清幽的一个环境 站在这边真的可以体会到 所谓好舒适的感觉 总高21公尺的佛像 相信是世界上殿内 佛身最高 体积最大的 刘金木植 释迦牟尼佛坐像 我觉得辽阳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有广佑寺 而且还有这么大一个白塔公园 可以看到很多民众 一早就来这边健身休息 而且到了晚上也会聚集在这里 在地板上写写毛笔 然后做一些健身活动是不是 对 是的 那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 就是白塔公园 那白塔公园 它是紧邻着广佑寺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塔 这个是辽代时期的塔 那它距今也有将近 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那塔高是70.4米 八角13层的 是石心秘延式结构的 那它是东北的第一高塔 那白塔由下至上分为地宫 基座 塔身 塔煞 四个部分 那据梁县制记载 地宫里还埋场有 施迦牟尼的发舍利 但是地宫至今 我们现在还没有开采出来 因此这个塔 还有很多谜底都没有解开 但是佛经上记载 单层的塔都是佛塔 那我们这个塔呢 它是13层的 那足以证明我们这个塔呢 地宫里会有很多的宝贝 白塔虽历经修补 却仍然保持原有的风暴 是现存辽京砖塔当中的精品 为在市中心的白塔公园 入夜之后 别具一番风情 庄严雄伟的建筑仍在 但多了下班下课的民众跟学生 大家在这里运动休闲 让入夜之后的公园呢 热闹非凡 辽阳的简纸艺术 至今有150多年的历史 主要是以红白色系为主 具有简 磕 藻等技法 风格上不仅有着北方的粗广 简练 淳朴等特点 还有着南方的婉约典雅 富丽堂皇 为当地增添不少民俗生活的氛围 老师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好长好长的作品 这幅是什么作品 基础作品是清明上额图 这个从技法上来看 最起码得有十年以上的基本功 是 要不先你看这很细啊 就隔断了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它有运气 运气一气喝成那些牛它流畅 对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你看那个有的钉儿 有山有水 线条流动它跳跃起来 显得画面很糊 不只要细 它必须还是要有一些这个艺术感在里面 对 有一种感觉 对 整体的画面呈现出来 才会有它属于它的气质在 目前剪纸艺术逐渐成为辽阳的全民运动 透过培训的艺师入校教学 让这项传统的技艺呢 可以永续传承 接着要端上辽阳的一桌好菜 叫做香萍宴 现在在什么时候最流行来吃这个香萍宴 随着这个野食结构的改革 过去一般的餐馆都有 家庭也能做 随着野民生风水平口味的提高 那么它要求的欲望也比较高 那么你在原有的传统艺术上必须的改革 改革到现在叫香萍宴 香萍宴 香萍宴总共有几道菜 是固定的吗 还是有一个直接会感觉 这个有一个白糖 六个凉菜 五大件 四会 四叶场 一个川糖 川糖 就是一个菜的鱼蛋 而且我们这样放眼望去 它真的好丰盛 光是看得出来是什么的 就有肉有菜有鱼 还有好漂亮的雕刻 对 现在在我们面前这一盘 厚厚的控肉 我觉得好像很像东坡肉 这个叫什么 这叫胡卧燕宴 猪在烹调树鱼也称为 咱们俩那个境内的沙虎境内有个燕宴城 是 燕宴城是过去兵家打仗地等的地方 谁占领了燕宴城 就打得上去的胜利 所以根据这个改名叫胡卧燕宴城 所以我们香平宴里面的菜色 也都是跟我们辽阳当地的文化 或是历史背景息息相关的 香平宴结合辽阳历史 文化跟当地食材的一份心血结晶 这盘把它摆在非常高贵 金色的龙盘里面 它的地位应该挺高的 对 这盘叫什么 这个叫龙王业度 它整个是这种宴席当中的投菜 龙王业度你在远古时期 这个太子和两岸没有桥 靠百度要过河 是 那么到了晚上也有百度的 所以这个一条船坐上人 就像一个龙在河当中游 这叫龙王业度 这个海参看起来就好肥美 海参是哪里的海参 鱛 说人家白有雪长锅 雪长锅 但是它这个菜里在这个练习当中 叫太子玉带 为什么叫太子玉带 这个太子河围绕着辽阳这个土地 给辽阳学民带来风潮雨孙 原起名叫太子玉带 就是把我们辽阳地区的文化 然后都跟我们的菜名融合在一起 雪长好漂亮 新鲜的雪长就是鲜美 鲜美 鲜美而且很滑顺 品尝美食还能透过每一道菜的菜名 对辽阳有更深入的了解 这个酸白菜汤好够劲哦 对 五道主菜八道晦菜 这倒进辽阳的好滋味 辽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一大部分呢 是在表演艺术上 当地的细滑跟鼓掠样样精彩 下段节目欣赏精彩的表演 前面尝过辽阳的美食之后 接着呢 我们换个口味 看看不一样当地的戏法怎么演的 有着东北第一城之称的辽阳 拥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前登陆的将近四十项 欣赏欢愉的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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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听高亢的古月 这些都是辽阳非物质化遗产 经典丰富的内容 另外欢乐喜庆的民间古月 所演出的台花轿呢 让现场气氛热闹非凡 辽阳地区最早期的古月活动雏形 可以追溯到汉位时期 日后新盛在明末清初 辽阳古月分为汉曲、水曲、大牌子曲、小牌子曲等等 主要是用在婚丧祭祀等各类民俗活动 它是一种民族催打乐 变幻莫测的阳式古典戏法 吸引所有观众的目光 它是一个被动 然后把这个球也拽出离 拿去那边高楼高楼干一个 一里之一个进去 一直往这里做两个球 这里当然它是一个的 把这个球拽出离 过去 你看这里也是两 一里之两球 把这个球拽出离 这里也是两个 从这里扎到进去 这里你看三个球 用好阵子它是三个球 当然这里扣着两个 拿起来玩 两个被动 五剩三个被带出来 这两个被接玩 用手这么一挂 过去 你看这把军事花 这里就没有了 五个球 六光八滑 它就都跑在里面 相望舞是农业舞当中 最高的表现形式 这是朝鲜族极具代表性的舞蹈 每逢节日 庆典等特殊的日子 人们都会跳起相貌舞 旋转色彩缤纷的相貌 尾端飘带旋转如风 这是一种综合性的民间艺术 结合了音乐 舞蹈 演唱 节奏轻快 舞姿优雅 变了 变了 因为你太漂亮了 稍微戴上哪儿 你有没有播出来 这个其实真的蛮辛苦的耶 因为我刚刚以为 它就是一顶很漂亮的帽子 可是我戴上去之后发现 它后面连接的这个机关有没有 从这一个开始往下 下面这边接的就是金属了 然后为了让它待会可以甩得起来 所以这真的就是扎扎实实的铁链 链链 这个可以当骨气了吧 稍微甩一下 它是有重力加速度的 你手要甩吗 对 手要甩 好 加油 我的脖子 加油 我的脖子 是这样吗 老师 加油 我的脖子 加油 加油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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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葫芦那个瓣 拽一个绳子 来甩驱怪蚊虫 这是一种说法 因为民间说法很多了 还有咱们满清 戴着那个帽子 有点像 顶带花铃 对 对吧 它那个顶带花铃 有时候来个蚊虫的时候 不让抠 来那磕头脑子一动 蚊虫赶跑了 还有的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戴着草帽 上面拌个绳子 没别的 就把那稻草摔上了 那插秧的时候 这个蚊虫多 就动了头 蚊虫赶跑了 所以人们想来想去 就好像大象 跟鼻子把草卷起来 往身上甩 所以说最后传来传去 最后就形成一个像冒舞 朝鲜族人 劳动生活当中的喜悦 尽在舞蹈之中 辽阳除了丰富的历史遗迹之外 还有赏心悦目的自然生态景观 下段节目离开市区 去体验依然自得的农家乐 辽阳虽然是以历史文化著称 但其实也有优美的山水风光 像汤河水库风景区便是其中之一了 不过更耐人寻味的是水库周遭的农村风情 颇有鸡犬相闻的桃花云意境 是一个让人心情会沉淀的好地方 辽阳市区的现代化 的确让人活得更便利舒适了 但这并不是大陆寻奇的目的 现在请随着外警队脚步 到辽阳各区去串串门子 看有什么特殊的风光 首先来到葛西河生态走廊 这是近几年刚刚完工的都市发展景观设计 在过去葛西河被排入大量工业废水跟生活污水 一度成为臭水沟 经过一番整治 如今摇身一变 成为宜居的生态长廊 这趟顺道经过了铜二浦皮装城 最近这些年来中国大陆的皮装产业 发展非常迅速 辽阳铜二浦皮装城 成为文明海内外的皮衣生产基地 当地的皮革工业园区呢 每年就生产各类皮装要超过五百万件 当然背后得依靠许多动物的牺牲了 一进入到工厂领区 立刻被当地假日饭店的规模给震折住 由于这里距离汤河冷热双全仅仅是300公尺 可以让人在同一个地点 同时享受到冷泉跟温泉 因此这种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 自然就成为饭店业者的必争对象 除了泡汤之外 这处瓦子沟生态旅游区 则可以深度体验农家的生活方式 说到瓦子沟村呢 原本是一座比较贫穷落后的村庄 自2001年起建立自然生态旅游区之后 走出了一条以农家乐为主的乡村旅游路线 像是这儿的特色料理呢 是以农家绿色蔬菜为主的 搭配汤河水库当中 没有污染的鱼类 还有农家所饲养的家禽 这儿的游客还能到田间去采树果 到水库边去钓鱼 还能欣赏秀美的山水风光 外加来点山葡萄酒遗情 这种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风情 不比大饭店差呢 在工厂领区境内 还有一项特色产品叫松花石 它是一种沉积形的微金石灰盐 色泽丰富 质地细腻 可以雕制成观赏雁台 这种松花雁 曾经是清朝皇帝的御用品 好的松花石呢 因为它非常的稀有 而且它的外形非常的特殊 所以自古以来 便吸引了非常多人想要收藏它 而且我听说 清朝有几个皇帝 是特别喜欢用松花石做的宴台 然后来当作他们自己御用的宴台 是不是 是有哪几个皇帝 又为什么会特别选用这个松花石 我们那个松花石 它被定为大清国宝 是清朝的时候三代皇帝康庸前用的宴台都是松花雁 松花雁呢也是康熙皇帝把这个松花石 它给晋升为松花雁 是它的倡导 我们这个松花雁呢 它就是被定为宫廷玉雁是皇家雁 你像是说它本身的颜色呀纹理呀完全都是天然的 然后松花雁最大一个特点是它能磨朱砂 像我们都知道皇帝是用玉皮用朱皮 只有松花雁能磨还有矿物质的朱砂 然后它是颜色艳丽 然后也是色彩丰富得到了皇帝的喜爱 在雕刻师傅的精雕细琢下 让石头的价值瞬间就提高数十倍 我们这个就是仿的清朝 清朝的时候康熙皇帝用过的一方宴 这个是康熙皇帝用过的 如果我们现在想要收藏这样的一个宴台 我们得花上多少钱我们可以拥有它 我们这个市场价值是三千八 是 三千八百块的宴台 人秘密 舍得磨吗 还是就是收藏为主 现在很多人收藏松花雁的古雁 它都是以收藏为主 位在工厂领区安平乡的姑嫂城 建成年代可以追溯到唐代的高沟历时期 历经千年沧桑 相传当年有姑嫂两人守城而得名的 这里三面环山一面灵水 是不可多得的军事要地 姑嫂城名义上虽然叫做城 但其实呢是一个烽火台 它跟辽阳境内的上百个边端露台 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军事防御网络 当地烽火台平面呈凹形 自底向上逐渐内收 台上呢有一个窄小的通道 旧式间细道 灯台远眺 山水风光 尽收眼底 山城建筑在其言为实之上 这是古人勤劳跟智慧的结晶 一般人是或多或少尝过山楂片 但是未必知道山楂的模样 现在呢带各位去瞧瞧 山楂的本名叫做山里红 因为成熟的时候 整棵树都红通通的 进而整座山头都染红了 一致有了这么一个美名 叫做山里红 整片山头满满的都是山里红 那跟您当初接到这个山头 到现在可以有这么好的成果 中间有花了多长的时间 又是经过了哪一些特别的努力 我们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承包这个山地的时候 现在是01年承包的 现在应该是14年 14个年头 当初呢 我在这个产业上也走了一段弯路 比如说种了一些什么南瓜梨啊 不适应当地生长的一些品种 梨的性 通过这段时间几年以后 对这个产业进行了调整 发现那个山里红 这个野生这个沙里红特别好 又加上我们辽阳有个传统的故事 就是王尔烈曾经给这个沙里红 作为一个供果 送到北京过 这样的话我觉得对这个事 我挺有信心的 这样的话我就通过这个 这一段时间的努力 把我们一些选择 我们当地的优质品种 就加在我们这个小树苗 小树苗上 这样的话通过三年以后 开始逐渐的产果 每个柱现在已经接到 那个200到300斤左右了 肉厚皮红的山里红 滋味如何呢 好是怎么搞法 比较多吃吗 就是第一个口味 它的味道口感比较好 现在有点偏酸 还有点偏酸 一点点酸而已 但它里面已经很多 你看我咬下去 里面是很多很多水分在里面的 因为它的肉其实很丰厚 山里红除了现吃 还能加工制成糖葫芦蜜饧等 再来看看向日葵 则是当地另外一项重要的农产 这种耐旱的农作物 花开之后 除了可以吸引游客光临 葵花籽能生吃 能炒菜 能榨油 最后带各位去一个 仙气汇集的地方 它叫做巨仙崖 位在山谷当中的巨仙崖呢 小径蜿蜒在岩壁之下 它是天然形成的 而且崎岖陡峭 它的险峻呢 能媲美四川的战道 另外造型奇特的岩石 从不同角度来看呢 它有不一样的感受 或像人物 或像动物 因为变化万千 所以人们叫它是巨仙崖 登岩之后 古中美景就尽收眼底 宛如临风成仙 在遼阳境内呢 有不少唐太宗东征的历史遗迹 而龙峰寺正是其中之一 当年因为薛仁贵 一剑定天山 修建了这座庙宇 清代乾隆皇帝时 曾经东循到这个地方 而现在我们随着外警队的镜头 一起探访这处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当地的龙峰寺 新建在唐真关十三年的龙峰寺 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 距今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 由于历代都是皇家寺庙圣地 每座建筑几乎都是红墙琉璃瓦 展现出龙峰寺的灰红气势 此外建筑之间也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龙峰寺地处千山自然风景区 跟汤河水库风景区之间 山水相依 四季景色美不胜收 流传着不少优美动人的故事 唐真关年间 它的源起是薛云贵 在中国有部小说叫薛李真洞 它真洞路过此地 在我们这座试验 有这个白云洞 上面有你们可以看一下 李世民当年在这个洞避过难 然后薛云贵救它 在这个历史上有这一段 薛云贵救唐王 就是在此处 就是在这个地方 对 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救过唐王之后 班氏回朝 唐王的市民为了表掌他 在此地给他建计价庙 龙丰寺主要供奉 大日如来佛 释迦牟尼佛 观世音菩萨跟寄宫活佛 相传寄宫活佛 云游到此地 看到此处山水秀丽 不愿离去 就化身成为山间的岩石了 所以我们供奉我们的祖史 寄宫是我们的祖史 所以我们给他供奉了 至于窃兰菩萨 窃兰菩萨在我们汉传佛教讲 因为他是山国历史营物 叫过云长嘛 是 他死后了他没有头 他的头被动物的战将 给砍下去了 空中飞来飞去 到处喊 还我头来 还我头来 智者大使就问他 说你四处寻找你的头颅 你在僵场上 你杀死多少人呢 那些无头鬼 如果都向你索命的话 你能还得好 华人长听到这之后 他的智性就觉悟了 他就跪在智者大使面前 归以佛门了 所以佛门封他为 佛门护法 叫切兰菩萨 经过住持师傅娓娓道来 大家如沐春风 一番礼敬之后 我们离开这一座 充满传奇的寺庙 继续往燕州城前进 要进一步去感受 当年李世民跟高沟丽之间的恩怨情仇 原名白岩城的燕州城 是一座用石块建筑起来的军事山城 也是辽宁省境内 唯一保存完好的古高沟丽城园 这是当年高沟丽 占据辽东城之后 所修建的城池 当时唐太宗预领高沟丽霸兵 但是高沟丽据不听从 促使唐太宗决定用兵高沟丽 唐太宗派大将军薛礼东征 他身先士卒 勇猛善战 势不可挡 就这样发生知名的白岩城之战 让唐军获胜而告终 现在放松心情走一趟汤河水库 它位在渭河之流的汤河上游 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 兼顾养殖旅游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 汤河水库以山清水静风景秀丽著称 水库周边有很多的景点 当中就属这儿最难抵达了 必须搭船才能看到 途经太子河河畔淡见悬崖峭壁当中 有仙人洞龙王庙亮出景点 当年借着河水上涨的时候 进而在岩壁上留下这些平常难以看到的景色 也给人们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2000多年来 辽阳始终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这里发生过大小战役是不计其数的 而最近一次的惨烈战役是发生在1948年的2月 当时正处于国共内战的时候 共军击败了国军部队 占领了辽阳 之所以摊开这段历史是让大家知道 而且面对这段历史 汲取教训 追求共同的和平 节目谢谢观赏 我们下周再会 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